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炳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山丘上可以俯瞰長崎港的哥拉巴園 寫著當地居住外國人的歷史 是一個美景跟歷史意義兼具的旅遊景點 長崎市南山手區 是日本的中奧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 自從1859年 長崎港開放 讓外國通商後 這裡就被規劃成外國人居留地 其中最知名的景點就是哥拉巴園 雖然稱作哥拉巴園 但這裡除了有知名商人哥拉巴以外的幾棟建築 其中三棟更是日本的中奧化財 每年有100萬以上的遊客到此一遊 到達哥拉巴園後 我們可以依照園區推薦的行程 一路由山丘上往下走 這裡貼心的擺設手扶梯 讓大家不需要花力氣爬坡 園區最上方的前302號船屋建於1896年 是給船隻停泊在碼頭進行維修時 船員手去住的設施 這裡可以看到海港的超美景觀 往下走來到老沃克的故居 建立於明治時期 沃克為日本航運以及軟式飲料現代化的先驅 舊林格住宅為國家中奧文化財 建於1868年佛雷德里克林格 可以說是明治到昭和時代的商界大佬 建築為日本罕見的陽式食屋 陽台也是看海的好地點 建於1865 也是中奧文化財的阿爾特故居 看起來有點像好萊塢有錢演員的氣派豪宅 甚至還有噴泉 阿爾特本身為知名的茶商 舊哥拉巴住宅也是中奧文化財 也為世界文化遺產 明治日本產業革命遺產的一部分 也是日本最寡的木製西式建築 建於西元1863年 為木造平屋 建築面積129.2平方公尺 除了哥拉巴園壁灌以外 日本國寶 其為長期的教堂群 與基督教相關世界遺產的大普天主堂 為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建築物 建於1865年 由於教堂內不能拍攝 就請大家自行前往參觀囉 有點嘴唇的話 突厭這裡的長期南山手布丁 使用在地的雞蛋牛奶等等的材料 製作絲滑柔順的布丁 除了原味以外還有不同的口味喔 這個象徵大普天主堂 彩繪玻璃的布丁 好吃 又適合IG打卡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